CAMBER WALL 第 2 集 Hello 大家好 我們今集是講述CAMBER WALL 的第 2 集 今集的目標是講述所有CAMBER WALL 的功能 現在立刻開始 我們先開Adobe Bridge 開啟之後,我又想告訴大家 如果大家有看過上一集 到最後,我教大家怎樣去清除 也有提及過這些CAMBER WALL 的檔案 就算我們編收了很多東西 改動過很多東西都好 我們清除後可以還原 在Bridge 版面 其實我們可以立刻看到 那個CAMBER WALL 究竟有沒有改動過 就算我們不打開它,我們也知道 我們正正在這個 內容的版塊裡面 其實我們不是看到一張不同的照片嗎? 都是一個WALL的檔案 而為什麼下面這兩張照片 WALL的檔案上 會有一個標籤的公仔呢? 這個標籤的公仔 這個圓形裡面好像有一個CORP的公仔 正正就是告訴我們 這張照片在WALL裡面 已經做過一個CORP的動作 而這一面這個 有兩個三角形 兩條線的公仔 其實就是告訴我們 這張照片在WALL裡面 已經作出改動過的 這是一個通知 其實我們也不需要擔心 改動過,如果我們把它還原 其實很容易 我上集已經示範過一次 好,我們現在就打開其中一張照片 來做一個示範 我們一樣在WALL裡面 直接在這裡打開CORP 我們看到 其實第一個公仔 不需要我講 大家都知道 是一個放大速小的公仔 我們按一下它就會放大 再按一下它又再放大 如果你是想把它変了 變回最新章 不是原大的 而是可以在日本的版面 給我們看到的小小 就是跟rrtoshop的操控一樣 一樣 我們 scorpion 它會變回最適合的版面 FOREVER 另外,我們想看特殊一個區域 很簡單,我們上集已經示範過了 我們只想看眼睛的位置 我們就按著它,拉方框出來 我們就只看這個位置 很簡單,OK? 好,第二個工具就是我們可以像一個小手一樣拖動相片 由於剛剛這個相片已經佔據了這個位置 我們先嘗試把它放大 如果我們放大,想動動它的時候 很簡單,按這個小手就可以動動相片 就是這麼簡單 不過,有一個更加簡單的方法 我想介紹給大家的方法 這個方法和Photoshop 都可以共用 如果我們想動動它的時候 就算現在是放大鏡 我們只需要按住空白鍵 看到嗎? 公仔馬上變成手掌 我們一樣可以拖動 我們根本不需要點選手掌的公仔 我們可以很容易、很方便拖動這張相片 OK 好 好了 白平衡工具 我們上次已經說過了 我們就是點選它的時候 點選一些白色的地方 CAMBERROW 幫我們 嘗試用這個工具 去調整一個 去認為是正確的白平衡 這個選取顏色的標籤 其實很簡單 我們點選它之後 在某一個地方 在某一個地方 其實我們點選一次的時候 我們在這個角落 其實就取了一個樣子 這個樣子就是RGB R代表紅色 G代表綠色 B代表藍色 其實這個參數 告訴我們 這個顏色 其實就是這三個顏色 這樣的參數混合 就等於現在我們檢選這個顏色 就是這樣 如果我們要取消它 就按取消 很簡單 第五個工具 它的名稱叫做目標調整工具 其實是一個方便快捷的局部 可以說是局部的編收工具 如果我們點選之後 我們就知道我們可以對局部範圍 作出什麼變化 例如第一個項目 這個就是參數型曲線 我們去推動它的時候 譬如我們點選橫梁這個範圍 我們只需要向上調整 向下調整 基本上我們重點是 改變這個色階 這個亮度的地方 的Pixel 光暗 讓大家看看 比較容易了解些 譬如我們按了曲線 這裡 它也會顯示 我們作出了什麼調整 例如我們在橫梁向上推 大家看到嗎 曲線也是會有調整的 它並不是整體調整的 你會發現它主要是調整 暗調的位置 如果我們是更改這個位置 推 看到嗎 它就是更改兩部的位置 OK 這是非常方便的 作出某部份的局部 譬如我們想改這個外牆 我們就推這個外牆 對吧 如果我們右轉 轉另外 一個明度 明度 它很明顯 根據顏色去改變 更改到這個啡色的地方 大家現在就很明顯 看到一個變化 就是 我們其實要更改這個 藍色和紫色的位置 咖啡色的地方 明度就會改變 好 如此類推 譬如我們在飽和度的時候 也是 我們針對某一種顏色 譬如我們只想改這個 明顯一點的藍色 我們向上 按住來向上拉 它只會更改藍色 OK 如果我們想更改 譬如這個紅色 我們就是 按住這個紅色 更改 它就是會更改紅色的條件 來移動那些拉桿 OK 而 這個 灰階混合 這個可能會比較 需要 講解一下 灰階 其實變成灰階混合之後 我們在這裡點選 因為我們去做一些 黑白相片的時候 我們是對一個層次 因為它沒有顏色 其實對黑白的層次 要求是非常高的 如果我們去按住這個選項的時候 我們點選某一個層次 譬如這個標 我們想去 深色一點 淺色一點 當然 它會 整個照片 如果你是點選的位置 是近乎你的照片 灰階的時候 那些區域 也會跟著改動的 這是要小心選擇 那些區域 譬如我想這隻標 或者是這條 什麼帶 那個層次 更加是合乎自己的心意 我只需要點選那個位置 向上推 向上拉 就是這麼簡單 如果我們 剛才點選了灰階 它自動幫我們轉成黑白色 我們基本上 不想這樣做的時候 按按這個 就OK 接下來就是這個裁切工具 裁切工具 其實在Photoshop 上也有 這張照片 之前已經做了一次裁切工具 如果要取消之前的裁切 當然 我們可以直接去拉 這些四方形 改變裁切的設定 另外 如果我們想取消裁切的 很簡單 把Cursor 離開 這張照片的位置 在灰色裡 按一下 之前裁切的設定 就會取消了 你想再 重新Cup一次 也可以的 如果現在裁切了 我們就合乎心水了 我們就可以按下 其他工具 它就用裁切的形態 來給我們看 接下來 第七個工具 就是一個 水平校正的工具 理論上 如果你在照片上 找到一些 真正水平的東西 或者是一些 教章照片的中間位置 找到一些 目標項目 你是知道是垂直的 例如一些 燈柱 或者是一些 建築物的邊緣等等 都可以是一些垂直的東西 用來參考 你只需要 根據那樣 而這張照片 現在最接近 中間的位置 大約就是這裡 拉一條線的時候 Photoshop 會把這條線 變成垂直 這是一個工具 讓我們快速 調整照片的水平角度 而這張照片 是比較特別的 因為這張照片 本身是刻意 不想拍到水平 它是在下 比較低的角度 去拍攝上去 按調整 拍攝上去 兼特意打出相機來拍攝 我就不改變它了 第八個工具 就是一個所謂的變形工具 這一個 我相信大家在眼看都知道是什麼 不需要怎麼說 這就是移動照片的左右 這就是把照片 向下反 還是向上反 其實在這裡 都可以操控到 這個旋轉 那這裡 不是經常使用 我自己 不是經常使用 因為我不覺得 是一個最 方便的操控方法 第九個工具 這個工具 叫做移除污點 移除污點 顧名思義 就是 如果在照片上 有某些部分 我們想抹走它的話 用某一部分 來取代的話 是可以的 就等於這樣 但是我個人來說 我很少在CAMBER RAW 用這個功能 因為我覺得 如果要移除污點 或者移除障礙物 在Photoshop 那邊的操控 會更加靈活 和自由度高 所以我很少用這個工具 好 好 那 就 移除紅眼 如果照片 有紅眼的 狀況出現 我們只需要在上面 點選 就可以用 但事實上 我都很少用 這個工具 好 下一個工具 叫做調整筆刷 簡單說一句 其實它是可以 局部性地更改 我們平時想更改的項目 好像我們 回到最初的第一頁 我們可以更改 一些曝光 對比 或者飽和度 等等 這些項目 其實我們不是 整張相片 去更改 但是 如果我們想局部更改 可以的 就是用這個調整筆刷 這個調整筆刷 下面 有這麼多項目 我們都可以 獨立地 甚至乎 混合地 一筆過 去改 某一部分 例如 我們 我誇張地 去更改 曝光 我想改這部分 曝光 我就是 記錄了強度 之後 就抹下去 簡單 是不是 那我 Ctrl Z OK 我反而想說一說 控制這些拉桿 其實都有兩個方法 我們可以直接移動 這些三角形 或者 按加和減 為什麼要故意說這件事呢? 原因是 當我們操控的時候 我們 譬如 這一筆 我們想改面部的陰影 我們想改光一點 我們可以在鍵盤上 直接按 兩邊的 滑糊 就可以直接 增加 或者減少 圓圈的 尺寸 尺寸 而這個做法 是 比起 下面的 較大小 這個方便 因為我們 較大小的時候 根本不知道圓圈 較大小 所以我們是用鍵盤上的 滑糊 去控制圓圈的大小 會比較敏捷得多 另外 我們繼續做我們的示範 陰影 我們現在增加了 50 我們貼切 例如 我想更改面部 在這裡 我面部 我做了之後 發覺 除了面部 我想增加陰影的光亮度 我還想增加清晰度 我是可以 在這裡 按過三角形的 可以按過三角形的 可以同時間地改變 甚至乎每一個項目 我們去改變都可以去拉 但千萬不要這樣按加和減 因為 為什麼呢 因為 當我們按加和減的時候 你會發現這些項目 會歸零 兼甲 當我們想增加一筆 新的一筆 我現在示範給大家看 大家要留意 我現在 當我是想去 根據 曝光度 如果我是按加的公仔 一按 其他全部都會歸零 兼甲 如果我現在抹去第二筆 的時候 我當是 根據這裡 和剛才第一筆 已經分開了兩筆 這個操控 也一點都不複雜 大家不用擔心 這些標誌 這個像波板糖 這個公仔 其實如果想再更改 第一筆 很簡單 我們點選就可以了 這個 紅了的就是 作用區域 我們如果想 看看 這一筆 影響了什麼範圍 我們也很簡單 我們只需要 在遮瑕片這一格 按著它 你可以看到 這裡有一個 空 這樣 如果 我們大約知道 我們不需要它 按回去 甚至乎 這些標誌 我們也可以叫它 暫時 迴避一下 不要顯示出來 我們按一按 覆蓋 它就不會顯示出來 OK 另外 如果我們刻意 想做一個新增 我們 也不需要 特意利用 加和減 下面這裡 是可以的 上面這裡 是可以的 如果我按新增 其實就是新的一筆 OK 也不會影響到這筆 這筆 如果我畫多了 那怎麼辦 我只需要 刮一刮 或者這一筆 我們畫多了 我們刮一刮 然後按 刮 它就會沒有了 非常容易操控 試多兩次就可以了 還有最後 譬如 我們打開了這一筆 我們想刪除 它就不是馬上刪除 它的意思 就好像是拆紙膠 那樣 譬如這一筆 我們知道 是作用了這個區域 我們想 刪減 對這裡的影響 我們就可以 就這樣刪除 這個影響 因為我們刪除了這個刪除 現在是一個刪除的狀態 我們可以局部刪除 大致上 這個版面的操控 就在這裡 這樣說了 下一個工具 是一個漸層的 濾鏡工具 漸層濾鏡工具 其實你看到 我們刪除了這個漸層濾鏡之後 其實都可以看到這些項目 沒錯 這些項目都可以用一個 漸層的形式 去 對圖片 產生作用 例如 我想誇張地去 嘗試一個 飽和度 更改飽和度 如果 我是在這裡 拉下來的時候 大家看不見到 我在上面 一拉,拉下來 基本上 這個飽和度 其實就由這裡 最強的作用力 到這裡 近乎沒有更改 飽和度 這樣來顯示 這個工具 最經常用的是 在什麼情況下 可能是一些天 地 有雲 我們想減了天的光 類似是一個 漸變鏡 正式的作用 或者我用另一張照片 我再示範給大家看 如果這樣的做法 譬如我們從上面 我們從上面 減光 一路減到下面 就像一塊 減光鏡的作用 令到上面的雲層 細節更加明顯 下面的地下 受的作用 會比較低 或者沒有受的作用 等等 這是一個相當方便的工具 最後一個工具 就是放射狀 的濾鏡 其實跟剛才的 漸層雷鏡的工具 是非常相近的 只不過 它的作用 就是 它的影響範圍 並不是單方向影響 而是 以一個圓圈來影響 我誇張地 這樣 給大家看看 我這個 就去除了所有的飽和度 大家可以看到 它是一個圓形 中間 就最影響 一路慢慢漸變 淡出來 這個圓形的外框 這個圓形 我們也可以是 更改 形狀 這個我想 是相當容易理解 一樣 我們按一下 中間這點 按一下 它就會消失 最後 這格 也說了 這格 其實是一些設定 就是對這個 CAMBER RAW的設定 基本上 沒有需要特別大的 改動 去做 我自己也沒有改動過 它 大家如果有興趣 可以打開來看看 這兩個 就看公仔都知道 其實就是轉幅相 的 轉幅相 的方向 這兩個 我會很少用 因為就算轉的 我也是在Photoshop 去做這些處理 這樣 其實 經過兩集的講解 其實 整個CAMBER RAW的所有工具 基本上 都已經涵蓋了 介紹給大家聽 但是 純粹是針對 功能上的講解 給大家聽 其實 我也想跟大家做一些示範 因為用起來 如果有些技巧 會更加得心應手 我會 接下來 可能是過一兩集 或者是下一集 我會選一些 適合可以用來做示範的 一些相片 示範給大家看看 怎樣可以用得更加有技巧 喜歡我的影片的朋友 記得 按個讚 歡迎 有什麼提問 希望盡我能力 可以回答 可以留言給我 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謝謝你們 下集再見 拜拜